欢迎来到这里说声 最近几年啊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是越来越频繁了 但是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说过了 中国资本不应当到国外去买人家都不要的 酒窖足球俱乐部这些垃圾资产 中国资本走出去更应当购买的是人家的优良资源和优良企业 尤其对于欧洲来讲 很多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企业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的 中国企业并购了之后会让我们的经济如虎添翼的 大家知道吗 就在过去几年至少有超过200家德国企业被中国资本并购 极力收购了奔驰成为奔驰的最大股东 海航也收购了德意志银行相当规模的股份 这些并购已经让德国人开始害怕了 很多德国的地方政府都呼吁中央政府说 咱们应当修改我们的投资法了 现在的德国法律允许外国资本持有不超过25%的股权 他们建议25%太高了 最好调低到10%以下 更有甚者 大家知道吗 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正在联手乞讨法律 要求欧盟设置门槛 阻止中国资本并购欧盟其他各国的企业 其实啊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大家知道吗 即便在今天并购德国企业最大头的 那也是美国和英国不是中国 可是为什么德国法国意大利对于中国资本这么敏感这么害怕呢 是这样的 您猜对了 他们真的害怕了 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了 今天的中国 GDP总量全球第二 很多人都在计算我们哪一天能超过美国达到全球第一的位置 可是如果我们细算一下账 以经济体来衡量的话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经济体叫做欧元区 欧元区有19个国家 3.3亿人口 使用着统一的货币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认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 可是大家知道吗 2018年 就在2018年 中国的GDP将超过整个欧元区 超过这19个国家的总和 欧元区 实际上就是西欧的代表 将近180年前 当鸦片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欧元区的任何一个小国开几条军舰到中国来 就能把老大的清帝国下个半死 180年过去了 今天的中国终于重新站到了翱头 今天的中国即将以一国之旅就超过欧元区19个国家的集合 这样一个状态 怎么能让欧元区的国家不战战发抖呢 所以 法国 德国 意大利他们 害怕中国的崛起 但是他们也处于两难之间 因为今天中国资本的投入 大大的挽救了他的企业 大大的提升了他工人的待遇 解决了失业工人找工作的问题 今天整个西欧都在衰落之中 如果没有中国资本的注入 很多人都悲观的说 欧洲还能不能挺得过去 所以我们要奉劝给欧洲的主政者们一句话 天下大势 浩浩商商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当中国的崛起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时候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意大利也好 奉劝你们还是敞开大门 迎接中国资本的进驻吧 因为只有早一步被收购 你的经济才能早一步恢复增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